酸總統 酸總統啊 酸總統 一位阿伯想盡辦法 鑽到韓國瑜耳邊 只為說一句 要他酸總統 讓韓國瑜當場噗哧笑了出來 用完笑話來躲過敏感話題 但不絕餘耳的選總統聲浪 再在印證他就是民眾心中 最強人選 隨著胡宥偉臉書發文 不派韓國瑜的話 那不管派誰 最好祈禱這個人會贏 否則吳敦公 王喬公 阿倫 都完了 黨也完了 這將是人類出現 政黨選舉史上最大的笑話 我才一直說 黨中央要做一點事了 最後不要忙昏雅架 贏的人如果只有一位的時候 所有太陽應該要考慮的是無師 藍營小機呼籲 蠢蠢欲動的黨內太陽們 別畏私慾陪上2020 胡宥偉點出矛盾 提到藍營明知道怎麼做會贏 最強的選手就在眼前 但偏偏一定要唱 但是又何奈 如果說拱函有什麼道理 唯一的理由不就是因為 他能贏嗎 我覺得國民黨的初選 趕快確定 制度趕快確定 那能夠爭選出最強 最有勝選的可能 我們都贊成 黨內小機呼喚 黨中央盡快決心 推出最強人選2020 才能贏得漂亮 這有黃明君 王乃宇 台北報導